那我就是要用比较多的颜色下去 把上面的那个一些树啊 还有它那些草子那些倒影 倒影的那个颜色带出来 那其画笔同学们在墙面上 画上一幅山水倒影 让人看得心旷神怡 不过这面墙壁可不是一般的围墙 而是校长室里头的墙壁之一 在这群同学们的翘首设计下 色彩缤纷的美丽壁画 也让平时感觉严肃的校长室 气氛缓和不少 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学生绝对不会有缺点 他们的创作是累积性的 绝对成功 我也不晓得他们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深层的一个构思 所以以后我们真的对学生的潜力 要另眼看待 要尊重他们 给他们多一点发表机会 我们老师跟学生可以互相学习 同学们表示会帮忙彩绘校园 墙面一切都是误打误撞 当初是因为校方希望能借用 学生的美术常才 帮教官室前的墙面做大改造 把空白墙面漆上紫锥花 可反读宣导 没想到完成之后 引发失声的热烈好评 后来大家又陆续帮音乐 美术教室 画上三米高的卡通龙猫场景 如今还一路画进了校长室 也让他们是惊喜不已 因为那里的墙壁就已经很多年 没有人去整理就斑驳 然后他想要让他就是会有 会有比较漂亮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去画 然后画了之后 就是学校老师看了觉得很满意 然后有些老师就找我们去 去画画他的教室外墙 然后校长也很支持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墙上回撒这样 第一次接触到可以画墙壁的工作 因为说不定很多人 都没有这个机会可以画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有趣 所以来尝试一下 因为这么大幅 实在是很难去控制那个大小 所以完成的时候 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很有成就感 七位就读燃整科二年级的学生 靠着对美术绘画的兴趣 和学校的支持 把平淡无奇的校园墙面 变身他们自由挥洒的大画布 不仅获得各界好评 未来校方也考虑开放校园围墙 继续让同学们一展长才 郑城伯瀚台中采访报道